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 我们一起来听 人生别等失去了才只后悔 很多缘分一旦转了身就再也找不到了 很多感情一旦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很多真心一旦凉透了就再也暖不过来了 感情的世界里没有谁离不开谁 只有谁不珍惜谁 那些吵着嚷着要走的人 大部分都是虚张声势 只有那些悄无声息关上门的人 才是真正寒心绝望要走的人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感情 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 陪伴的时候用心对待 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 不要等离开了才挽留 人走了哭是多余 情变了求也没用 人生路上感情是调味剂 没有感情的人生枯燥无味 没有感情的生活漫长难熬 朋友的出现带来了友情 爱情的出现带来了甜蜜 家人的出现体会到温暖 无论是哪一种感情 珍惜才能长久 失去不会再有 人与人之间真情难遇 请别轻易浪费 情淡了不会再浓 心远了不会靠近 心和心之间真心难买 请别随便的辜负 谎多了周全不了 心寒了再难暖回 情意无价 不要用谎言欺骗一份信任 真心难买 不要用冷漠对待一份真情 相知难得不要用敷衍 辜负一颗真心 钱能买到虚伪 却买不到真情 钱能坏来奉承 却换不来真诚 如果你身边有人 无条件地对你好 你一定要珍惜 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你能开心 这个世界黄金有价 人心无价 这个世界相伴容易 相守不易 别去勾心斗角 远离虚情假意 若有真心在 定要用心照看 若有真心办 定要留在身边 这世上最痛心的词 叫失去 最安心的事 叫珍惜 只有珍惜 才能减少遗憾 只有抓住 才能一直幸福 珍惜手中的拥有 珍惜身边的幸福 珍惜感情的在乎 珍惜生活的赐予 珍惜当下的一切